任何团体里都有上下关系的纠纷 以前京都局的上下关系非常严谨 1996年远赴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次 所有的一年级直到飞机抵达当地落地之前 都还非常兴奋 吱吱喳喳的吵个不停 但当有演出活动的时候 一年级都要负责准备和收拾东西 一颗不得闲 而且不管怎么做都会被学子碎念 行程中我们都是搭游览车移动 一个年级大一部车 对一年级来说 车上是唯一可以放松的机会 所有人在每次活动结束后 都倒在游览车上睡死 某天正式演出结束后 一年级被学子们骂得很惨 整台游览车里闹哄哄的完全不受控 真实上演谋反 上下关系 原本非常稳固学长子 不大靠得住 学弟妹又太优秀的话 就会很难做事 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我们没办法 和那种学长子一起演奏 我们拒绝共同演出 以音乐来形容的话 就像耳边突然传来巴哈的 低小调触记曲 与副歌开场旋律中 风情哒哒哒的声音 学弟妹发动了谋反 那怕是 嘴巴吃饭都有可能咬伤自己 更何况小朋友们 越磨合关系就会更好 相逢 自视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